所以为何我们地产收市最喜欢投资者的原因 就是他可以禁止了看楼这个复杂的过程 但在现阶段的楼市基本上很少有投资者出现 大部分现在买楼的人八成八都是一个实质的用家 你问我现在投资投资什么 定期五厘几 为何要买层楼而且有机会下行 所以说服投资者去买楼在这个阶段真的很困难 但在这个阶段说服有买家去买楼就有机会了 因为在限时有很多优质盘出来 买家不是随时都可以买到优质盘 买家是愿意为优质盘付多一点的代价 而且买家是要短时间复充他实用的需求 例如他结婚 例如他生了一个小朋友需要更大的 这些是有一个实质的需求 即是他要在短时间甚至半年内一年内要处理的问题 这才是实质的买家 投资者我不将钱放在房地产 放在股市、保险、基金、黄金、甚至自己做生意 可以比较太多太多 韩地产始终都是一个贵价的商品 有能力可以购买的受众真的不多 而且又要适合他个人的需求 例如景观、方向、价钱、楼层 即是他要亲身实地看过 谈好一个满意的卦位 而我中间做的服务又要做得好 才有机会做到他那单生意 然后看楼层成交的流程 可以很长、跨年计 当然可以很快的 例如他进店铺烟 两、三个小时讨论 都有的 但这些个案很少很少 所以维会一个客户的成本 需要更多的心力和时间 而且一旦中间某个情节做得不好 这件事随时就失败了 我先前投入的所有精力时间 等于来 整个房地产的游戏就是灵和游戏 当然他买完房子 跟我说一句 我买了房子 我下次再买再找你 这件事就 发生的可能性真的比较低 当然都关于自身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给他们经第二个 agent 这个就要想回自己 自身是否有能力服务 好一个顾客 怎么维护一堆客人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心脆去维护 至于好简单 他在网上按按 一个的就是WhatsApp我 他就问了一大堆问题 我解决了一大堆问题 我问他什么时候过来看楼 然后叫他 å GiveAo 在我的角度 你不要跟我见面 你就不是我的客户 因为看楼的过程 是我了解他 他他又了解我 Neiltsy לק 你不要跟我见过 面然后们看楼 我们中间没有实质ging过 我真的很難道aga 你真的会吃败什么工作 有些人会给个预算给个地区 但实际上去个地区看完楼 整个想法是180度转变都有的 甚至看完之后他想的东西 和他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所以看楼这个过程很紧要 但他问到这层楼和这层楼 我究竟买哪层楼好 我会问他 视乎你个人需要 最紧要你看完觉得哪间比较适合 或者谈完之后觉得哪间适合会比较好 而不是我拿着两组数据 不同的价钱不同的尺数 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景观 拿着这些数据跟你说哪间好 没有意义 因为你不出来看 我谁知这件事帮不帮到你 你自己看完的感觉才最隐要 除非你是一个买来投资 那就有得说了 例如这个楼价买你的租金是多少 你计算出来的回报率是多少 将来你转售有机会做到的价钱是多少 纯粹讲数据 即是你不看这层楼 都可以进行买买的 就叫做投资者 做房地产销售其实面对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凋空了一段时间 感情就不在 情绪就不在 那就要重新开始 可以 себе 你们要注意 ",很好吃 根本 hè 我们继续 他们 渐 22 。